HELLO 大家好,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出來巡團 那今天呢,我們能來到了無期這邊 那我印象很久之前我們有來這一場巡過 那已經蠻久沒有來了 那這次呢,我們就來這場稍微再小玩一下吧 好,結果我們來到這場呢,竟然發現了 這個撲克牌超大張 這個應該我們好像以往在綜藝節目上啊 可能才有看到這麼大張的 那我他那個撲克牌這麼大張 跟朋友之間玩個心臟病啊 我覺得都蠻high的 整個完全放大化的撲克牌 但是這個原本是在角落我們花個20塊 想說蹲下去 結果沒想到吃到他直接放洞口這裡 那我們就來吧 我先直上直下這裡的 我再直上一下這個好了 因為我怕他等一下彈去後面 他會把我後面給封死了 這個這個這個 但是這一台就是他下爪是 有延遲 你看到這樣甩甩 拍下去 有沒有,他就是會帶延遲 但是出這一個應該不是問題 二收 有了 哇,這一個我真的超想要的 從來沒有玩過這麼大張的 哇 哇 唉唷 哇 這個撲克牌有這麼重 哇 下去了 對啊,好像甩爪是完全沒意義的 那就直上一下吧 拼二收就好 來喔 下去 二收 起 哇 嘻 哇 嘻 應該要 但是 直上直下要拼到後旁 有難度 包到底 包到底 哇 他只能靠包到底啦 不然 不然真的不太起來 這樣子要包到底 卡洞清台 這個我要怎麼解 彈一下 撞一下 這個我是不是直接抽他一下就好了 有了 OK 這個撲克牌超重啊 你猜起來 猜起來 對啊 裡面真的是撲克牌嗎 但是他是寫 是啦 他寫賭神巨無霸撲克牌 那我就直接開箱看看好了 因為我也很好奇 而且這個在外面 你又不知道在哪裡 才買得到 以後過年玩這個好了 對啊 這個 過年啊 這個打多刺激啊 你就跟你朋友說 你要玩福克牌 就拿這個 對啊 拿這一副給他 他說沒有準備福克牌 但我有準備 福克牌好像是52張啊 這樣有辦法52張嗎 沒關係 打開就見真章了 也許有啦 也許有 鬼拍 鬼拍 但是他這個是 就是紙張 他並不是塑膠板 欸 系 應該有啦 有啦 這個 以他的這個你看 這樣的張數 看似應該是有到52 要用整個打開來嗎 那不就要整個拿出來 對啊 真的拿不起來啊 根本看不到數字 好 那我們剛剛大概看了一下 你看這個真的很大張 然後他拿起來是真的 拿在手上都非常難拿 我覺得玩個心臟拼還差不多 如果玩個大老二 真的大家玩一場而已 玩一把大家手就酸死了啦 那這個就 之後我們再看要怎麼玩吧 或者是跟朋友 逢年過節的時候 小賭一勤 拿這個出來玩 好 那我們這台就先夾這個吧 我們再尋一下其他的 好我們尋到了下一場 來這場小玩笑 那這場呢 大家絕對不陌生 上次呢 我們有差一點清過這一台 然後這一台呢 上次清的那一個 唯一遺漏的那一個東西 在正門 今天我要來補手 這個要嘛先出 要嘛先走開 可以了 蛤 來 那我先把東西再拖過來一下 補手 你這個鋼鐵人的頭 我每次都被那個頭 被頭虐耶 為什麼 來 你這顆頭 直接全包 對啊 全包 因為我們右邊也擋好了 那應該是 隨便給他一個彈 還是要捏保 我要報仇雪恨 丟了 就是這一個 在那個什麼 洞口上面玩我的三次 怎麼可以放過你 來啊 先全包 全包 彈一下 來了吧 來囉 報仇成功 報仇成功 哈哈 嘿嘿 秒殺了喔 哇 但是這個報仇也太快 讓我現在有點無感 現在我沒目標了 脫 但是這個台主呢 它把那個 很多的公仔都 補滿了 所有公仔 我們也可以稍微拚一下 一二歪 左右全包外丟 但是這邊呢 我們應該也要 試著先動一下 給它包到底 一 啊 魔王 還要扣到吸引甲 對 那個耳機是魔王 左右 嘿嘿 放 哇 輕輕空空 逆斜甩迷豆子 逆 二收 過 來了 這一個 就看要不要試著 直接把它打進去 嗯 還是我直接先打 蜜豆子應該會掉下來 我們可以全包 給它彈進去 它如果全包到下面 那個蜜豆子應該會變位置 進 欸 哇 超漂亮 剛好這邊是一個斜坡 然後 左右蜜豆子 全包 一二歪 看 這門 對啊這門甩幅比較沒那麼大 但是它左右很奇怪喔 你看它左右 這門就比較圍卡一點 但是還行啦 只是這門我們應該把那個 稍微全包或者是射過來 我們就可以把東西帶過去 放 這樣是不是 來 哇 哇塞 哇塞 有機會喔 脫 哎呀 欸 蜜豆子 45度 喔它45度你看 它甩幅 我來吃 嘿 一二歪 差點丟出來 差點啊 這個方盒可以試著直接把它給打走 因為我們最主要想要公仔而已 這個方盒我們就要做取捨 看方盒能不能 來這個洞 一二丟 滿好的 也不錯耶 那來 左右 中 哎唷 它怎麼不會多 對啊 正常講那個應該不難打才對 還是我直接把這個帶出來 那個看能不能 帶過來之後再把東西帶過來 因為它如果在正門的話 我們直接 抓這個蜜豆子 會有一個助攻的感覺 啊 正旁啊 它怎麼轉過去啦 哇賽 下來 哇 米豆子要回來啊 吸 後旁 放 哎唷 我先攻米豆子 欸脫 哇 難耶 難道我們僅限於報仇的扣打 報完仇然後就不行了 奧蕾下來 來 來 嘿嘿彈一下 嘿 這個過來啊 有了吧 彈一下槍位 欸 搞什麼啊 有了 有了 哇 直直落 來米豆子先撥過來 米豆子把它撥過來之後 然後 要嘛直接撥米豆子 不然就撥後面的方盒 後面的寬盒 過來 寬盒會比較好打一點 你的米豆子是在 逆向思考 甩這個角度 打米豆子 滑正門 來啊 全包 全包 怎麼跟剛剛那個寬盒好像差不多差不多 都是這個角度 來了 有了 又回去啊 怎麼這樣 拖一下 米豆子過來 米豆子過來 看能不能把那個 和之果那個稻草人 也帶過來 好 這樣子 1 2 1 米豆子 後旁 哇 米豆子不行欸 對啊 啊 欸 剛剛我以為要大噴進去了 但是這個角度真的太容易吃到了 但是難講 拚拚看 啊 可以 可以放 好啦 米豆子換 變成金針也不錯啦 1 2 1 怎樣的位子 我不會再打臭了 不可能 嚇死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稻草人 能不能直接外丟出貨 2.5 這樣子 中 1 2 1 我覺得它是全包欸 再一個2.5全包外丟對不對 對啊 可是你抓得到嗎 它這個有高度欸 我先 抓個米豆子 喘口氣 放 這樣子 啊沒了 剛剛它刺到的那個感覺就不對了 會內丟 嘿嘿 哇它不見了 來來來有機會有機會 有 欸 吸不起來 對啊剛剛那個吸蠻多的 再一次 全包也可以 但是這個角度甩幅比較沒那麼大 我就怕不會外丟 吸 真的吸吸不動 再吸好了 啊 哇這個 這個 這角度要出更難了 什麼 撐到頭 哇 全包啦 對啊 全包個大外丟 我逆一下這一個 黑色 射 嘿嘿 射 哎呀 哇 來啊 吸 再一次 吸 吸不起來 它吸到真的要很多 但是就是怕會吃到 但是它這個角度是有甩幅的 就不一定了 再一次 吸最後一次 好啦好啦我被全包啊 但是全包就大好大壞 來 拼了 一二歪 一二歪 我心臟剛抖了一下耶 它剛丟右邊耶 還好我們真的方和拉在那裡 不要了不要了 我怕了我怕了 這個出的超級驚險 這個金正和之果 這隻稻草人 好那我們這一櫥又非常的 非常的順利 把我們之前要報仇的那一顆 一開始就手掃出了 然後後面我們又出了三個公仔 還不錯 那我們再去尋一下其他的 那我們來小玩下一台 這一台呢之前有打過 蠻不錯玩的對不對 然後甩幅也蠻大的 甩幅不錯然後印象爪力很強 這個我先帶走好了這個有點亂 上去就是它 是那一盒嗎 反正我印象忘記哪一盒一直亂 錯 我直接拖那個杯名會不會直接上來 拖不到 對啊然後這個台主竟然把最重的公仔放正門 那一盒出的機率是真的很高 但是就是有這一兩個東西在 在擋我 吃到 好 這個要怎麼辦 拖一下嗎 我拖 二收 就那個盡量不要動 會能夠讓我們縮小蠻大的空間 起來 哇 跟我想的不一樣啊 那就不得不打這一個了耶 這個 悲鳴片助攻 拖 不得不說這台真的調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優秀 先抓個寬 我就不相信這個打不出來 好啊 這一個寬盒要先出來幫我們擋一下位置 彈一下 很好 來這一個 飛 哇賽 這樣再打不出來我也是浮了 這個可以在寬盒上面嗎 我說膩過去啊 應該是可以吧 吃到 逆斜甩吃到應該是會上去 再一次 膩一下 過去 但是正常來講我們是可以直接攻了啦 這一個 拖 這個拖不了這為什麼 它不是中的嗎 好來來來 極之寶極之寶來 跟它拚了 二抽 出 二抽 出 看後盤 差一點飛啊 哇現在這個咧 悲鳴對不對 中 吃到 有有了 欸 喊了 哇這悲鳴 有啦 有啦 有了有了有了 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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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嘿 來了 哎呦 憋 哇 它還丟的動耶 哇 哇那雖然正門我們應該也是要打薄耶 二抽 過來 這個杯米應該可以秒殺吧 要後盤 後盤就後盤 一千就一千 陪你一整天 一萬就一萬 然後咧 後盤 然後就後盤 然後沒出 哎 來了 他怎麼會滑 那勢必我還是要極致堡耶 極致堡 坐 啊那個洞 哇 他去那個洞不行了 你看台主沒在怕吧 真的沒在怕啊 哇我放杯米你以為 那麼好打嗎 哎又出來了 但是杯米說實在是真的 正常來講應該脫勾機率是真的很高啦 杯米真的很重超重 來 你看 這是浮的尷尬尷尬 然後一到這門 夠啊 來了來了 吃到 彈 你又要不要過去了 還想出貨 你要出是不是來啊 你要出來啊 沒過電影 這個沒過 嘿嘿 來 吃一下彈一下 我把這個帶走啦 飛鳴 有 騎士堡勒 騎士堡起不來啊 你看 中 哇塞 再一次 滑到底 應該保夾了 來 保夾 沒過 真的沒過耶 真的假的喔 往後面那盒 那是白鎮 好 來 難道這台電眼壞掉 不知道 就是保 來 再沒過 過了 過了啦 但是OK 這個保夾還不錯 保一坐一的感覺都是好 這個悲憫 四不兩立 兩立喔 再四個幾塊就好了 來 來 有 棒 哇那個悲憫我真的被他打敗了 在洞口我們真的都拍極致保 極致保真的非常保 不會浮 但是我們就再拍多一點也不會浮 但是我全包下去 能浮起來 但是他就會丟 那個悲憫真的是有點厲害 結果讓我們吃了一個保 但是我們吃飽之餘呢 竟然保夾沒過點 也保了一個金鎮寬盒 再保一個白鎮寬盒 這樣整體下來讓我們比較沒虧那麼多 因為這台的保夾是980 那就這樣子吧 好 那我們今天就夾這樣子 我們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 我們今天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非常的不錯 今天出貨感真的是滿滿的啦 非常不錯 而且我們公仔總共打了5盒 然後最主要是這個撲克牌 這個我覺得要留著 過年的時候這個撲克牌可以拿出來玩 非常的不錯 跟朋友玩啊 大家拿這麼大張的撲克牌在玩 感覺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很好奇 我也想要玩玩看 那這個撲克牌我會留著 那我們後面呢 享受了一堆出貨感 還有我們今天報酬成功 上次輕台唯一隱恨的就是這一個 但是這個我們今天就很少 很快的就把它打出來了 所以一下子就報酬成功了 那我們今天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這次抽獎要抽什麼呢 抽保夾的 我們是保這個金鎮寬盒 這一台呢我真的滿意外的 我們竟然吃了一個保 我印象上次來打這台的時候 我們好像也沒有吃保 結果都是有一些防禦啦 被一些東西障礙物擋到了 但是沒關係 那我們這次抽獎就抽這個 保夾的金鎮寬盒白鬍子送給大家吧 那這一盒的抽獎辦法還在片尾 大家來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先見拜拜 拜拜